蜘蛛人无家日受众人期待已久的预告终于释出 这一次虽然揭露更多资讯 但是许多人想必跟我一样 看完的第一个反应是 怎么...怎么...怎么感觉还是很不够 只要没有给我三代同堂 永远不会搞 不过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预告其实刻意用电脑动画的方式 藏了其他两代蜘蛛人呢 没有错 这次要不是我频道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次 不然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打脸 就让我带你看懂这爆炸性预告所藏的所有秘密 大家好我是超立方 感谢点进这部影片里没有错就是你 如果你出来乍到 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才不会错过各种热门冷门电影解析 让你永远跟得上话题 或者看我被打脸 首先这个预告假定了 我们所有人都看过上一支预告 快速带过大略设定 总之就是蜘蛛人在上一部离家日 最后被神秘客诬陷 将各种灾害甚至神秘客的谋杀 都怪罪到皮特的身上 蜘蛛人真实身份被公开 生活完全陷入混乱之中 成为全民公敌 现在他只好寻求奇异博士帮助 想要全世界都忘记他的身份 让一切都能回归正常 不过正在奇异博士施法时 皮特忽然才想到 他其实不希望自己最亲近的人 忘记自己一直随随念 导致法术出错 才会造成现在的多重宇宙混乱 至于为什么会多重宇宙混乱 这就跟Disney Plus上面 好几个新影集有关了 总之就是Sylvie捅了时间守护者 导致时间分支无限延伸 黑红女为了找小孩 而打开多重宇宙之间的大门 还有观察者作为宇宙之间的连接点 去看看我的解说就能够更懂 那么奇异博士跟小蜘蛛 这次又酿成了什么大祸 在施法时 你可以在他们身边看到好几个魔法环 这里每个环都可能代表一条时间线 而奇异博士让世界忘掉蜘蛛人的方式 应该就是从各个时间线 各拿一点元素 再拼接到这条时间线之中 与此同时 你还可以看到他施法时 些许露出的背景 跟时间守护者位于时间尽头的堡垒 有点类似 种种迹象都显示 他们不小心牵动到了多重宇宙 而我们在预告最后 也可以看到天空上出现紫色的裂缝 你知道紫色是谁的颜色吗? 是的 就是康的颜色 这就精彩了 不过我们最后再回头看这一点 看到这个自由女神上 就先来讲讲预告中的另外一个细节好了 在其中一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自由女神身旁架满赢架 手上还举了美国队长的盾牌 旁边的海报虽然有点看不清楚 但我推测是写NYC's Newest Avenger 纽约是最新的复仇者 很明显是在指Sam Wilson原本的猎鹰 如果你还没看猎鹰与酷寒战士 也没问题 我快速解释一下 Sam虽然在终止之战最后承接了老Steve给的盾牌 他一开始还是不愿接下美国队长这么沉重的称号 甚至把盾牌归还给政府 殊不知政府还挺无情的 马上找了一位新的美国队长 但是这个新的队长也不怎么称职 最终Sam在经历一连串角色成长之后 终于拿起盾牌接下美国队长的使命 现在这个自由女神像的改造 应该就是在给这个新的队长致敬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虽然都已经知道永恒族片为彩蛋 最后招募黑骑士的神秘声音是刀锋战士 但其实漫威原本有计划是要让Sam Wilson美国队长 来招募黑骑士加入复仇者联盟 回到预告 前半段最大的重点 当然就是最经典的八爪博士 很显然 他就是第一个被奇异博士的法术 从其他宇宙拖过来的人 饰演八爪博士的演员Alfred Melina 就曾透露 他是在蜘蛛人2最后沉落河中时 身后突然打开一道传送门 把他拉到这个宇宙之中 他在这里看起来还蛮干的嘛 在另外一个画面 还可以注意到他丢车子的车牌号码是ASM8183 ASM应该就是Amazing Spider-Man的缩写 在某一年8月推出的183期之中 登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反派 也就是 Big Will 他的标志性道具就是一个装着武器的巨大仓鼠轮 如果Big Will这次没有登场 我就聚看好吗 不过更有趣的是 我们还在其中一个画面看到 他惊艳地看着自己爪子长出红色的新配件 我认为这应该就是他具有人工智慧的爪子吸收了钢铁蜘蛛装上的奈米科技 因为在另外一个画面中 你可以看到蜘蛛人被压在墙上 为了保护自己而让奈米机器人从脸部移到胸口 因为钢铁人在无限之战中也做了类似的事 我们可以确认这些能够任意变形的奈米科技是有限的 蜘蛛人现在身上缺一块的奈米装甲 肯定就是被八爪博士吸走 我们在无限可能假如之中也看到了无限奥创做出类似的分解并且吸收金属的事 而蜘蛛人露脸之后 博士也惊讶地说 你不是Peter Parker 这样就可以确认上支预告是骗人的剪辑 蜘蛛人会先穿上装甲博士才现身 那博士在发现他不是他所认识的Peter之后 也许就会对他降低敌意 甚至成为这部电影之中的反英雄 毕竟博士起初并不是个坏人 是因为爪子产生了预料之外的效果 才让他踏上反派之路 支持八爪博士不是反派的其中一个证据 就是博士在预告接下来其他打斗戏码都没有出现 没有跟其他反派一同对抗蜘蛛人 况且预告中还可以看到他与Peter一行人对话 几个人嘲笑他那有点荒谬的名字 Otto Octavius 确实这听起来根本只是一个古早007电影反派的名字 不过这时期的Stan Lee就爱取这样的名字 名跟姓都是同个字母开头 Matt Murdock Peter Parker Bruce Banner Steven Strange Bucky Barnes Reed Richards 当然还有J. Jonah Jameson Jr. 眼见这些其他宇宙的反派全部纷纷涌入这个宇宙 我们听到奇异博士叫他们去去烂摊自走 英文是Scooby Doo This Crap 当然这是在指示酷比一伙人卡通 每一集都在解决谜团和麻烦 我认为奇异博士应该就是帮蜘蛛人打造这套奥数蜘蛛装 以及一个小魔法盒 而蜘蛛人就利用这套黑色的奥数蜘蛛装 把这些反派一个一个抓到盒子里 仔细看的话也可以看到这套装甲上有各种符纹 所以奇异博士应该就跟无限可能假如一样 为这套装甲下了强力的保护咒 仔细看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到一些线路 所以这套黑色服装可能只是把他原本的服装翻面 再搭配奇异博士的咒语 不过奇异博士也跟Peter说 这些反派的命运都是死于蜘蛛人手上 当然Peter也是一个发誓不杀人的英雄 当然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不想让他们回到原本的宇宙 于是直接从奇异博士手中把魔法盒给抢了回来 下一个画面就是奇异博士直接把蜘蛛人拉回来 让他灵魂出窍 话说奇异博士的手速也是蛮快的 这看起来像是他在蜘蛛人射出蜘蛛丝的那一瞬间 开了两个传送门 让他黏到自己 不过我也觉得这一段应该又是个剪接骗术 这应该是奇异博士追着他满街跑之后的画面 而不是蜘蛛人刚抢走盒子的时候 毕竟Peter都已经灵魂出窍了 要怎么带着盒子跟奇异博士上演其他画面的全面启动 或者八爪博士也有可能在这里出手相远 讲到灵魂这件事 蜘蛛人在漫画中最著名的故事 就是跟八爪博士互换灵魂 在故事中八爪博士临死前 用某种方式与Peter Parker互换灵魂 就这样让Peter困在他衰老的身体里死去 但是博士自己却被Peter死前的遗言所感动 在那之后洗心革面 甚至成为一个更胜Peter的蜘蛛人 我不是在说这条故事线会在这部电影中发生啦 毕竟制作团队与Tom Holland都有提到 吴家日会是蜘蛛人三部曲的完结 不过如果真的这样演 由此再度重启的话 那还真的会蛮屌的 再回到奇异博士跟蜘蛛人的话题 电影前半段最大的冲突 很有可能就是会聚焦于他们 究竟该不该把那些人送回去的拉扯 同时也大概可以摸出这部电影其中主题 选择 Peter在两个人生之间的选择 在危及自己宇宙 以及把这些陌生人送往自己必死的命运之间的选择 蜘蛛人已经不再只能顾着担任那友善的邻居蜘蛛人了 他现在要负责的早就不只是自己身边的人 这其实也完美对应到目前为止的发展 因为Peter Parker最大的困境 就是总是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威胁 却反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而神秘客更是将他污名化为一个谋杀犯 如果他真的把这些反派送回去的话 那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杀手了 当然这次预告各处还散落反派的画面 除了八爪博士以外 我们先是看到电光人的雷电 以及他的闪现能力 当然这一样是把Jamie Fox本人请了回来 但幸好不是他那蓝色精灵造型 再仔细一看 还可以看到他在发动雷电的时候 电光会在他头上形成漫画经典的星星图案 不过这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令人起疑的画面 也就是八爪博士被他的电光打出窗外 看来又是另外一个可以确认八爪博士会细掰的证据了 而这一连串画面中还可以看到杀人的沙尘暴 还有JJ Jameson 也就是号角日报的主播 当初就是他爆出了无限蜘蛛人的新闻 现在看来又要来继续黑蜘蛛人了 不过他的造型也太像JK Simmons在隔壁棚扮演的Gordon局长了吧 是不是在这次混乱中跑错宇宙了 还有一个细节 我们看到一群持枪小队从DODC的运输车中走出来 DODC就是漫威的灾害管理局 当初在复仇者联盟之后由钢铁人创立 负责收拾超级英雄和反派制造的残局 也是返校日导致突鹰踏上反派之路的政府单位 在上个预告中 你也可以看到灾害管理局的人审问Peter 看来在神盾局陷落之后 灾害管理局就取代了他的位置 开始干涉超能事物了 这里你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Newest Avenger的海报 看来他们真的要大力宣传新的美国队长 当然我还没提到另外一个经典反派 也就是绿恶魔 他在预告一开始就从烟雾中小小现身一下 同时还有看到蜘蛛人试图抓住他的南瓜炸弹 但仍然就在他面前引爆 也许我们会看到致敬Toby般脸被炸弹炸的经典画面 接着看到绿恶魔特写 就跟当初电影里一模一样 此外还有一个戴着护目镜的绿恶魔在夜中飞行的画面 我很努力想要看清楚这里的脸 怎么看就是不像Willem Dafoe 服装上还多了一些看起来比较粗糙的刀具 有没有可能是绿恶魔儿子Harry再度现身 不过比较有可能只是绿恶魔换个造型就是 先不要期待太多 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爆点 依照惯例 预告末尾当然还让我们看到英雄跟反派朝对方冲过去的壮观画面 不过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难道不觉得蜥蜴人有点ㄎㄧㄤ 他似乎是朝着空气跳过去 请问先生你到底是想要打谁 那边没有人啊 这里什么都没有 因此我敢肯定这个画面同时有三个蜘蛛人出场 只是漫威刻意把他们给后置修掉了 毕竟他们早就做过这种事了 在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预告2之中 飞红女巫飞的方向似乎也没有人可以打 电影上映之后才发现他的目标就是蜘蛛人 还有更明显的线索 巴西索尼的推特还出包 忘记把蜴蜴人被揍的话题给修掉 这个被空气揍是不是有点太好笑了 还是说其实是蜴人 难道是会隐形的终极蜘蛛人MARS MORALES 还是近期四超人隐形女要来了 基本上已经不用再怀疑了 这里绝对会出现其他两代蜘蛛人 当然之前网络也有流出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剧照 其中就有看到Andrew以及Toby的蜘蛛人 出现在这种充满婴下的场景 有兴趣自己去找其中还有另外一位重要的眼盲英雄 但我就不在这里传来漏不明的照片了 另外在自由女神像上战斗可说是个绝妙的象征 位于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 当初就是一个欢迎搭船抵达美国新移民的高耸标志 而现在这些从另外一个宇宙来的移民们 为了保住性命要留在这个宇宙 与纽约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决斗 还真是个精辟的讽刺 不过还没结束 在自由女神像盾牌掉下来时 MJ也跌落赢架 蜘蛛人赶忙前往营救 这又是另外一个致敬画面了 漫威绝对有意让我们想起 蜘蛛人惊奇在其二之中 冠从高处跌落的画面 如果你没看过 容我复习一下 当初Andrew Garfield赤眼的蜘蛛人 没能来得及救他 冠就这样折断脊椎死了 我有一个推论 会不会这里MCU的Peter也救不到MJ 反而是Andrew及时出现解救MJ 也算是弥补当年没能保住冠的遗憾 甚至这个画面可能本来就是Andrew 他们又把他修成Tom 有人说手就是最大的证据 不过我仔细比对了一下 这确实是Tom新的蜘蛛装的手 你回头看蜘蛛人惊奇在其的造型 就会发现Andrew的手部跟这里不一样 只期待真的是预告在骗我们 最后在下标题之后 奇异博士忧心忡忡地说 他们要来了 我挡不住 他们是谁 这里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另外一个画面中还有看到从自由女神像散发出一开始奇异博士施咒的法环 这里有可能是奇异博士与蜘蛛人终于解决这些经典反派 试图关闭多重宇宙的裂隙 却反而让这些裂缝越来越大 而奇异博士所指的他们也就是 再来复习一次 在洛奇之中决定所有人命运的时间守护者 康其实并不是个坏蛋 他其实一直以来是为了防止其他版本的自己出现 以防无法想象的多重宇宙战争 而Sylvie也就是另外一条时间线的洛奇 不接受他的解释 直接一刀把他给捅死 好康死了之后时间线瞬间炸开许多分支 坏康似乎也跟着闯了进来 洛奇第一季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他返回TVA 发现时间管理局的雕像换成坏康 而有鉴于永恒族也在一个幸福美满结尾之后 给了一个不祥的真正结局 大概可以猜得出漫威从现在开始 会越来越常让电影结束于一个吊人胃口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所看到天空产生裂缝的画面 很有可能就是这一部电影的结局 直接引领到明年5月的奇异博士2 疯狂多重宇宙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高不高潮 就以往经验来看 电影最终预告都会在上映一个月前推出 所以之后应该不会有更多的长预告了 我们就12月15号见真正 一定会脑洞大开 不想错过到时候深度解析的话 记得按个喜欢 到时候才会被YouTube准时推荐 画面上还有更多漫威解析等你去看 我是超粒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